歡迎各位鄉親繼續收看南島新聞 有特別將高點音樂優惑多鄉親來實在 南島國安中心學習發展協會 在普通暗時在操縱頂的業務講座 有基本主題有公約性的音樂活動 就由這30個為表演者和各種各企論流演奏 將音樂融進在民眾的生活當中 同時再會來感受音樂的微妙 天節孤互旺 南路演唱者的好歌后來登陷有美的歌詞 兩個人來搭配完美來登陷歌曲的意見 讓老爺的操縱伏齒 增加一份劇本的氣息 這段表演者 這麼多組織韓國開始接受音樂 累積得豐富的音樂對韓 音樂前來香港這段公約應該多久 不管是哪一種樂器演奏都很好聽 用歌詞來做微妙的交通 音樂的訴求大部分都是在於古典的部分 剛剛我們有聽到很多的一個音樂器材 他們是來自於有西方的樂曲 西方的一個樂器 也有中國的一個二虎 那這些的樂器剛好都是在於 今年的一個交響樂裡面都會出現的 就像超端東共有子堂的功能開放 將這段效果跟日本表演完善後 不然會子堂登彈著多萬華的面貌 也讓民眾更多機會 欣賞到很多人的演出 看了以後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學古針 琵琶 然後芭蕾 然後我知道學這個樂器的過程 都非常的辛苦 他沒有想到那個孩子這麼小 怎麼能夠演就是表演得那麼好 而且這麼多人在場他都不會卻場 我覺得很難得 中國傳統的曲調 和舞蹈一樣 回到用作品單位也為觀眾介紹 準備來台灣演出的神韻交響樂團 他跟中西風的樂器組合 典現傳統音樂的內涵 一家故最尊的演出 也歡迎我親吹的鄉親 可以把這個難得欣賞的機會 記得 您先 採訪報導